创业是很艰苦的事情 所有人性的弱点都会在创业的时候暴露出来 有一句很简单的话 就是作为一个很棒的人 你怎么想被管理 你就怎么去管理别人 这个是其实摸索出的一件事情 那么很棒的人 他就是希望老板懂他棒在哪里 老板感谢他 给他授权 让他做重要的决策 信任他 尊敬他 然后给他更多的权限 让他能够给公司更多的贡献 所以作为一个老板 他要每天去想 我公司最棒的人是谁 然后刚才那几个问题 他棒在什么地方 然后不但地用金钱跟股权去奖励他 他要真心地去了解 并且感谢他做的事情 对于创业公司 哪个职位招的最多呢 叫CEO 也叫首席运营官 是 所以很多创业者 其实非常的痛苦 到底该怎么运营一个 混乱的初创团队 其实要做一个公司的领导 CEO也好 CEO也好 都是要顶尖的人才 那一个顶尖的人才 他为什么要被你招进来 做你的大管家 让你做你的大老板 他为什么不去创业 我觉得你既然是 创了这个公司 你既然要做CEO CEO的E就是Executive Chief Executive Office Executive就是执行 你要做一个不执行的CEO 那你就不是CEO了 那你退下来做董事长兼CTO好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要是真的想创业 有主人文感 那你就要去学着 去管理这个公司 决策来你来做 不要老想着大管家 那这个大管家 当然是 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公司真的有一个 这个经验很足 然后年纪也比较大 然后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的人 那当然有这样的搭配 我觉得我不反对 但是我觉得就认为说 我要做CEO 但是我不要E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幻想 这个是不可取的 创业就像一个小帝国 维持它的稳定 很多时候 它的组织结构 和运营管理模式 也很重要 苹果 谷歌 这种大型的公司 它们很多是层级式的 这种组织结构 但是到初期 中国这样的一些创业团队 您依旧建议它是 这种层级呢 还是平台 这个评级呢 千万不要层级 层级是一个公司 逼不得已了才要做的 所以一个团队呢 在初创够小的时候 还是越少层越好 决策越清晰越好 大的决定都是老大来做 其他的呢 可能其他的几个co-founder 非常分得清楚 谁做什么决策 然后就 这样团队也才有动力 他们也才能学习 很多优秀的人 他们参加一个 早期的创业团队 其实是为了学习 那你是如何处理 比如说元老级员工 刺头级员工 和平庸的员工 这个公司大部分 会有四种人组成 那一种是 聪明 难道又懒得的 那么 这种人几家公司 几占百分之一 左右 另外一种人是聪明又勤奋的 大概会在你公司里面 占百分之二十 那么第三种人是 疑传又难得的 这种大概会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这就是公司的大部分的平庸的员工 那最后一种人是 疑传又勤奋的 大概会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如何激励这个创业团队 那当然我觉得股权是最重要的 究竟在股权分配里面 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另外高薪 对于初创企业来讲 高薪是不合适的 一般实行高薪的企业 最终我觉得它都不会成功 您作为投资人 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创业公司走上一个 明显会失败的路 但是又不得不让它 失败之后才能学习 投资对您而言 是最快乐的事情吗 不是 看到创业者的成长 和他们的梦想能够实现 哪怕不是我们投的这一轮 哪怕我们是帮助了它 但是它下面拿了别人的钱 再成功了 我都会很快乐 在创业者身上 你最不欣赏的缺点是什么 这个不欣赏的缺点是不诚信的 我是艾成 艾文的创始人 创业最大的难题是 不懂管理 创业是件非常艰苦的事 所有的人性弱点都会暴露出来 与其说管理是管人 管心 不如说是管理自己